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什么原因让他选择坚守这本工作 风景如画的川西最美公路 像一条架设在云端的天路 蜿蜒曲折 畏为壮观 当现代文明的光芒照进高原 又是怎样点燃当地人的希望和梦想 它们的人生新路标又在哪里 书里全天热点 今晚带你寻找答案 如果白天注定用来发生 我们就用夜晚追问结果 各位晚上好 欢迎收看吉林卫视新闻杂志节目 今晚我是高原 今天是2020年1月9号星期四 欢迎您在收看节目的同时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在今晚栏目的微信平台上 跟我们保持互动 进入今天的节目 搜天下市看最新闻 最近神奇的2020年火了 因为今年是双润年 公历2020年为润年 2月有29天 全年366天 即将到来的农历庚子鼠年也是润年 有个润四月 全年共384天 网上不少朋友开始讨论 这个鼠年要多上一个月的班了 这两天这个话题还冲上了热搜 不过传说中2月29号出生的朋友 最近可是相当开心 四年一度的生日 终于可以安排上了 除了这些 这个刚刚开始的2020年 还有不少神奇的地方 一起来了解 公历2020年为润年 2月有29天 全年366天 即将到来的农历庚子鼠年 也是润年 有个润四月 全年共384天 也就是说2020年是双润年 这就意味着那些传说中 2月29号出生的朋友们 时隔四年终于可以过生日了 你说四年过一次生日 这个的确是 就可能也是千年难逢的一次 这样一个 比较值得要真的要大办一下的 另外农历四月出生的人 也可以拥有两个农历生日 此外不知道你是否注意到 2020年是十分具有对称美的一年 除了2020年2月2号是难得一遇的对称日外 今年还有五个神奇的周六 2020年4月4号 2020年6月6号 2020年8月8号 2020年10月10号 和2020年12月12号 这五个周六全由双树组成 堪称是极具对称美的日子 不仅如此 2020鼠年还是两个立春 同在一个年份的双春年 有网友说 今年脱单的人一定很多 但是对于单身们有点残酷 大家都在纷纷吐槽 我太难了 连日历都来催婚 开个玩笑 新的一年新的气象 2020年开心快乐才最重要 春节临近 一年一度的春运即将拉开大幕 2020年的春运将从1月10号 也就是明天正式开启 到2月18号结束 为期40天 今年春运预计全国旅客 发送量将达到30亿人次左右 其中道路客运24.3亿人次 铁路4.4亿人次 民航7900万人次 水运4500万人次 为认真做好 2020年道路交通春运工作 确保广大旅客出行安全 顺畅便捷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今天上午10点举行了新闻发布会 邀请了国家发改委 公安部 交通运输部 应急管理部 国家铁路局 中国民用航空局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 有限公司等7部门 针对春运的工作安排 和常见问题 做了重点阐释和答疑 经过多部门的会商 今年春运期间 我们预测 全国旅客发送量 将达到约30亿人次 于上年大致持平 略有增长 劫前的客流较为集中 高峰时段 铁路部分重点方向的运力 会较为紧张 高速公路部分区段 通行压力也会比较大 伴随着我国经济 转向高质量发展 近年来 我国服务保障春运的能力 也在逐年的大幅提升 非常高兴 借今天这样一个机会 向大家报告 2019年 全国新投运的铁路里程 达到了8489公里 其中高铁的历程 就达到了5474公里 很多贫困地区 革命老区 外出务工人员集中的地区 都通上了高铁 2019年 新改建扩建的公路 33万公里 多条骨干高速改扩建的工程 都完成了通车 全国所有具备条件的乡镇 和建制村 都通上了硬化路 北京大型国际机场 的批重大标志性工程 正式投运 原定呢 两年内 基本取消的呢 全国高速公路省界收费站的任务 2019年一年 已经全部完成了 这种取消工作 EDC的用户 也超过了2亿 平均使用率呢 超过70% 所有这些呢 都为提升春运保障能力 打下了基础 总的来看呢 随着交通设施的日趋完善 群众出行方式更加多元 选择也更加丰富 春运的供需矛盾 将进一步缓解 一个衬心暖心 舒心的春运之旅 不仅是人民群众 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要 也考验着相关职能部门的 应变能力和服务能力 昨天上 我省交通运输厅 省公安厅 省应急管理厅 共青团吉林省委员会 联合召开 全省道路交通春运工作 视频会议 针对我省今年春运的形式和特点 进行了工作部署 会议指出 要把安全生产 作为春运工作的重中之重 做好极端恶劣天气的 公路保畅工作 对发生交通事故等 突发状况的 要快速实施救援 保障公路畅通 近日2020年春运出行预测报告发布 该报告中 对2020年春节期间 热门出行线路 城市景点等 进行了预测分析 帮助大家更加合理地 安排春节的出行规划 据报告显示 春节假期前 全国人口迁徙逐步攀升 腊月27出现人口迁徙小高峰 随后人口迁徙逐步回落 除夕当天达到最低水平 紧接着春节假期中 迁徙逐步上升 最高峰预计出现在大年初六 也就是1月30号 春节假期后 全国人口迁徙逐步回落 但因部分人群 正月15以后才开始返程 预计正月16 2月9号将再次出现 春运人口迁徙小高峰 全国热门人口迁徙城市 主要集中在京津冀 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 沿海城市占大部分 中部城市郑州和西南城市成都 作为周边地区人口的重要就业地 也位列十大热门人口迁出城市中 预计重庆 北京 广州 成都 上海 深圳 杭州 西安 长沙 郑州等地 将成为十大热门返向春运的目的地 其中有七个与十大热门迁出城市重合 大城市每逢过节 变身空城的现象将有所改变 昨天公安部也发布了 2020年春运交通安全预警 分析了近五年来 春运道路交通事故特点 对2020年春运交通安全形势 进行了研判 并发出了交通安全预警 首先 由于今年春节时间较早 春运前期学生流 务工流 探亲流 将高度叠加 道路客运高峰将呈现 来得早 时间长 峰值高的特征 预计节后将在正月初五 初六 以及元宵节后迎来客流高峰 二是 私家车自驾出行持续攀升 今年我国汽车保有量持续攀升 其中 私家车数量已经突破了两亿辆 预计2020年春运期间 自驾出行将继续保持较快增长 据统计 近五年春运期间 私家车肇事占比由2015年的53.1% 逐年上升至2019年的69.4% 近年来 旅游过年已成为春节假期 主流休闲方式 预计 2020年春节假期旅游市场 将迎来新的高峰 东北地区冰雪游 海南和东南沿海热门城市 各古镇 古城旅游热度高 旅游包车特别是非法营运黑包车 安全风险突出 由于春节前后 亲朋好友聚会多 活动多 酒后驾驶 超原 超速等违法行为 一发多发 据统计 近五年春运城市道路交通事故死亡 占全国总数近三成 占比呈明显上升趋势 另据中央气象台预报 春运期间 西北 东北 华北局部地区 将出现阶段性强降温 强降雪过程 黄淮 江淮 江汉 江南等地 将出现阶段性雨雪天气 将对交通出行带来不利影响 并且容易引发翻坠 追尾 甚至连环相撞事故 公安部提示 自驾车出行应确保车况良好 提前掌握沿途路况 天气情况 合理安排行程 驾车过程中 要保持注意力集中 不接打手机 玩微信 发短信 乘坐客车出行 要到客运站选择正规运营车辆 不要乘坐通过网络缆客 或在站外检客的黑车 坚决抵制客车超远和非法营运车辆 有钱没钱 回家过年 家是港湾 家是寄托 家也是团圆 对于每个在外辛苦了一年的人来说 回家是他们的年终期盼 再远的路也抵挡不住他们回家的脚步 这两天在河南郑州火车站 六名农民工组团从厦门回安阳老家 他们从打工的工地转两次车 才能到厦门火车站 坐火车到达郑州后 还要转一次车到达安阳 大家从早晨七点出发 第三天凌晨两点才能到家 长途跋涉近43个小时相当的不易 在厦门 刚结构 咱回到哪了 回到安阳 我们从我们打工的工地 到两次公交才能到厦门 到那个北站坐上车才到的 你们出来多长时间了 一百多天了嘛 挣了大概多少钱 一万多块钱嘛 这几个桶带回去干啥要准备 担保分 这就是农民工挣不了钱 想省钱了 咱们新年有啥愿望没有 那就是快挂路的过个新年就行了吧 能和家人在一起吃团圆饭 固然是完美的春节 可有些人因为工作原因 不能和家人团聚 前两天在火箭军某部的 二等功臣接经送喜报回家 并看望奶奶 但是因为有任务 她当天下午就要赶回部队 走的时候奶奶问她 过年还回来吗 小伙子说不回来了 奶奶难过的抱着她哭了 小伙子 因为有了他们的坚守 舍小家为大家才能拥有国家的安定 也正因如此 我们才能更安心地回家团圆 又是一年团圆日 每逢佳节被辞清 团圆是春节永恒不变的主题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交通的便利 传统的春节也开始被改变 春运也呈现出了不少新特点 但是唯一不变的 就是浓浓的亲情和家的感觉 不管是传统的回家过年 还是越来越火的反向春运 都是为了更好的陪伴家人 此心安处即是无相 人在哪儿 家就在哪儿 年就在哪儿 接着搜天下 在吉内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的延吉市 因为朝鲜族的饮食习惯 这里的美食都非常有特色 说它是吃货们的天堂 一点不为过 玄哲山是延吉市一家烤肉店的厨师 从事这个行业已经15年了 从开始学徒到现在成为厨师长代徒弟 玄哲山经历了很多故事 厚度一定要0.8 太薄了口感不好 太厚了烤的时候烤不好 一大早在延吉市一家烤肉店里 厨师长玄哲山正在和徒弟们 为研发一道新菜而忙碌着 切肉也重要 然后摆盘也挺重要的 2004年 为了学门手艺 玄哲山到国外的烤肉店当起了学徒 这一行吧 很难学 都不愿意教 偷偷地学 六年后他回到老家 延吉发展 虽然当时延编当地烤肉店很多 但玄哲山却觉得自己学到的手艺难以施展 基本上都是那个冻肉 那个又包片机包了以后 就是腌制的那种 慢慢的那个人们都品质要求啊 那个口感啊 然后新鲜度啊 这些要求高了 都采用那个黄牛肉 盐边黄牛肉以软嫩的口感 文明周内外 将牛肉分割 把适合制烤的部位放到炭火上烤 特有的芳香 鸟鸟生腾 刺激着人们的嗅觉和味感 这个盐肉 一头牛只出来四十多斤 烤的时候有说到 它不能轻翻 只能翻一次 这样才能吃出牛肉的原汁原味 在盐边 除了烤肉 还有酸辣鲜香 不逆不搀的肉串 五彩缤纷的拌饭 爽口筋道的冷面 别具一格的包饭 发酵的科学辣白菜 芳香浓郁的大酱 厚勁十足的米酒 药食同源的生鸡汤 富有韧劲的打糕 驱寒暖身的红豆粥 营养丰富的米肠等等 这些朝鲜族的传统美食 成为富有浓郁地方特色的饮食文化 前阵子河南洛河市中心医院 介入科宋主任 从夜里十点进入手术室 到次日下午六点左右才出来 成功地抢救了四个病人 近二十个小时的手术结束后 宋主任脱去三十斤千一一两 结果发现体重居然轻了霸击 第一排手术从夜里十点左右开始吧 到第二天下午六点 到第二天晚上六点左右 十月初大概一二十个小时吧 那一天下了手术之后 就是他感觉到身上有点 飘飘的一个站不动力的感觉 身上感觉到个发情 旁边的一个踢中秤 他一上一层 他打车已经觉得 哎呀我都瘦了这么多 一会儿强到拔筋 我们每天送出一个吸管 来到这个吸管 在这个蹭上去测一下他的踢中 他的踢中大概就是 是固定了一个一个一个支把 我就看到轮延全是瘦了拔筋 他实际上他这个拔筋 他不是瘦的是什么脂肪呀 脊肉一个类 他是一个瘦的是水 在在咱们带火激度缺水的情况下 因为收出的事件比较畅比较近 他们又来得去 不准不准水分 对于说不吃不喝 他也没有休息的情况下 他就说水分大量的去蒸拔 所以说一成下来之后 他就会解放了 这个潜意呢 它就是 它的味道 就是方知苏融 我们需要那个舍线的防护 一个医生前移下来 也三是多急 就是不管医生持续多长时间 只两个小时还是五个小时 他就一直在从我 其实一种的潜移 并且他不投气 他不投气的话 这样的话 我们促中除了太阳 那个啥 工作不仅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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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仅的 千真之路就是最大的愉快 我觉得一个人能工作 就是最大的愉快 用心让每个来研究的人 都能吃到美食的玄哲山 在岗位上往我工作 播撒大爱的两位医生 他们都用自己的实际行动 诠释了对于职业的理解 把日子过成诗固然是好 但甘于平凡 仍踏实付出才更让人憧憬 多一份坚守 多一份执着 保留一颗初心 即便是再普通不过的工作 也会在平凡中闪光 好 今天的搜天下就是这些 接下来360度秒读天下咨询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 昨天发布 全国纳入粮食产业经济体的 企业2.3万户 预计2019年产值将 保持在3万亿元以上 利润总额达2500亿元 继续保持良好发展势头 天津市武清区人民法院 昨天对权鉴案依法公开宣判 认定被告单位权鉴公司 及被告人树玉辉等12人 均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 依法判处权鉴公司 罚金人民币1亿元 判处树玉辉有期徒刑9年 并处罚金 树玉辉当庭表示认罪服法 经审理查明 2007年以来 权鉴公司以高额奖励为诱饵 引诱他人购买产品 成为权鉴公司会员 并以反例诱使会员发展下线 形成金字塔式层级关系 获取巨额经济利益 农业农村部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 有关负责人介绍说 目前全国生猪产能 继续保持恢复向好势头 生猪出篮量显著增加 预计春节期间猪肉供需总体平稳 菜篮子产品丰富 昨天中国一气红旗品牌盛典 在北京举行 新红旗H9也在盛典上全球首秀 作为一款豪华旗舰轿车 首次发布的H9 即新红旗最新设计理念 和最新前瞻技术与一体 由新红旗团队运用全球资源 全新打造 不仅在传统汽车性能方面 有大幅提升 在AR智能驾驶方面 又有超越性的技术创新 8号 乌克兰国际航空公司 在基辅举行新闻发布会表示 坠毁的这架波音737-800型客机 运营三年来 飞行的状态一直良好 机组人员经验丰富 基本可以排除操作失误 导致客机坠毁的可能 乌克兰国际航空公司还宣布 鉴于目前情况不明 公司暂时停飞德黑兰航线 8号 俄罗斯总统普京和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 塞尔维亚总统伍基奇 以及保加利亚总理 鲍里索夫共同出席了 在伊斯坦布尔举行的 土耳其锡天然气管道项目 启用仪式 普京表示 未来将继续深化俄土两国 在包括能源在内的 多个领域的合作 而俄罗斯天然气 通过土耳其锡项目 输送到欧洲 将对南欧国家的经济 产生积极影响 澳大利亚当地时间 9号大火仍在燃烧 据最新报道 火灾已经造成有27人死亡 过火面积达1030万公顷 由于气温再度升高 助长火势 澳大利亚政府9号 再次对相关地区的居民 发出了新的警告和撤离通知 此次火灾已经导致 有数千户房屋损毁 数千居民无家可归 另有数千居民 频繁紧急撤离 澳大利亚著名景点 代鼠岛已有三分之一的土地 被大火吞噬 9号代鼠岛部分地区 也开始了新一轮的撤离 时光匆匆往事如风 在夹缝中品味历史 丈量生命的温度 来看光阴里的故事 川西高原总面积 23.6万平方公里 在这里你能看到高山草原 也能看到冰川森林 川西地形地势的复杂险峻 和高海拔的恶劣条件 虽然为道路交通建设 带来了极高的难度 但沿途处处是 难得一见的风景 这条九曲十八弯的川西公路 被称为最美公路 今天的光阴 带你一同领略 这条最美公路沿途的色彩 也一同感受 这条天路 带给当地人的人生新路表 路标告诉我们道路前进的方向 那是我们将要抵达的地方 那人生路上有路标吗 二年级的耕荣虚准走在上学的路上 他的家住在离学校很远的牧区 这条修建在海拔三千米以上 蜿蜒山间的通松公路 被当地人叫做上南天路 相比以前起居危险的山路 上南天路保证了耕荣虚准的上学安全 也让求学之路更加便捷 耕荣虚准是南木达异地育人学校的学生 像所有藏区孩子一样 这里孩子们的双眼中 充满着对知识的渴望 对于耕荣虚准来说 坚持学习 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 这是他的愿望 也是他当下人生路上的方向 上学求知的路 是耕荣虚准的人生路标 这条新修的公路 是牦牛迁徙 东夏牧城转换的必经之路 因此也叫牦牛大道 诞生隔去的家 就住在牦牛大道的旁边 此刻 他正准备去清点牦牛的数量 养殖牦牛是蛋真隔去家的主要收入来源 以前去阿坝县需要赶着牦牛进城 费时费力 而现在路修好了 牦牛可以用汽车运往山外 对于蛋真隔去来说 东夏牧城的转换 去保牦牛顺利度过东 牦牛大道帮了他大马 努力让自己的家人生活得更好 这是他的愿望 也是他当下人生路上的方向 放牧生活的路是蛋真隔去的人生目标 雪山圣洁壮丽 踏寻前辈的红色脚印 体验数到难清 突破极限之后 万千神奇正是对勇敢者的奖励 川西绝美风光 也要顾着旅行爱好者的神迹 小旭就是其中之一 他正享受着自己的川西旅行时光 这次旅行让他对自然的了解越来越深 也让他感知到这个世界的无限清晰与美好 对于小旭来说 勇敢地踏上旅途 听从内心的声音 去寻找一个更真实的自己 这是他的愿望 也是他当下人生路上的方向 寻找自我的路 是小旭的人生目标 无论我们身在何处 总有一个声音 指引我们前行 更容虚准走在追求梦想的路上 单真隔去走在实现愿望的路上 小旭走在寻找自我的路上 倾听内心 大大小小的愿望与梦想 心之所向是他们的人生路标 也是我们的方向 如果白天注定又来发生 我们就用夜晚追问结果 今日临江市迎来首场乌松秀 清晨的鸭绿江畔 银庄素果万树冰花 在飘渺雾气中恍如仙境 节目最后 一起来感受 惊莹其美的临江乌松 好 感谢今晚有您的收看和陪伴 朋友们 晚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